鬼进城 零点的鬼走路非常小心 他害怕摔跟头 变成了人 爱情过去 我们剩下了婚姻 革命过去 我们剩下了政治 诗过去了之后 我们剩下的是诗坛 一个精神的创造力 过去了的时候 剩下的 可以说是一句诗海 福士德说 真美啊 你留下来吧 一切就消失了 我曾经热衷于革命 甚至是一个 共产主义者 我喜欢林黛玉 也喜欢李逵 这些使我感觉到的 是人的那种真切 纯粹 恰如 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恰如飞蛾扑火 它们的感人 不是因为成功 而是因为 它们绝望努力的本身 成为一个 瞬间的永恒光明 可惜追求公平 却失去了自由 自然个体本身 是各不相同的 而社会要求的是统一 你要求自由 可能就是要同时 接受死亡 而你接受生活 又往往必须扭曲本性 不过中国哲学 可以调和两者的矛盾 人可身如仪 而美如神 孙悟空大闹天宫 就是这么一处游戏痕迹 在日月天地间 取得大自由 星期一 贵是些好人 他们睡觉 醒了就看不高游泳 那么高的在水边 站着在地下游出 一片金子 翻鱼 翻跟头 吹哭过的酒瓶子 他们喜欢看上边的东西 一把抓住金黄的树叶 鬼有时候也会读 毕竟他们原来认识 然后把手放在文件下边 这棵树里边的烙玫瑰 他们齐声吐出一片大雾 傍晚的人说 该回家了 他们一路灯影蒙蒙 鬼不说话 一路吹风 站上去 吃草 脸发青 一阵风吹得雾气翻轨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我十岁 我记得那天 西丹 马向胡同 王府井 等等路牌 都已经改了 成了毛泽东思想大街 东方红大街 红卫兵万岁大街什么的 售票员只能把头伸出去 看站牌上贴的那张纸 然后报 毛泽东思想大街到了 谁也弄不清 这是上了哪儿 百年孤独里写 忽然大家把字都忘了 这个世界就瓦解了 那天真的奇怪 家还是原来的家 却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的 世界来临了 这个事情又理所当然 几乎是每个人恐惧 又希望的一件事 原来的生活 就像一页纸 被翻了过去 永远也没有了 以下就是十年 我们家被打开 书被抄走 父亲被抓走 我跟着全家下放到农村 从那儿开始 我就梦想着有一片土地 用土筑一个小城 城里边种上土豆 可以背着弓箭 在城上面巡视 不时地向外边放几件 这个梦 二十年后 在新西兰一个小岛上实现了 他的墙上 他的枕头边上 涂满了诗 这就是带有梦幻色彩的诗 比如说你不要写巨人 滚动着巨大的巨人的头颅 这个形象就给人一种非常恐怖的 非常压抑的感觉 你为什么不能把它想象成是 许多讹暖石呢 对击是许多讹暖石 这形象不是让人看 更大的美感吗 故随当时就 不 我不能这么写 许多人对我的印象 我这个诗人呢 好像最革命化 最革命化 一个整版一个整版的诗 都是我写的 都是紧密结合的时代 歌颂当时的英雄 歌颂当时的英雄人物 所以很自然的 跟以后故城的诗 是有很大的不同 你比如说他13岁写的 我自己很喜欢 生命换想去 大概这是 合上眼 这世界就与你无关 这是一个非常脆弱的 但是也是非常决绝的一个姿态 而这个姿态的名字 就叫做自我 所谓的朦胧痴人呢 其实没有经过任何串通 就都采取了同样的写作策略 而回返到比如太阳 月亮 土地 这个河流 黑夜 这个生命 死亡 等等等等 这样一些词汇 通过创造性的组合 这些古典的这个词汇 而在组合方式中 传达出现代人的复杂感 这样的语言突然让 已经被这些宣传式的标语口号 洗脑了的读者 感到无所适从 我们把那个不正常看作正常 把正常看作不正常 这就是那个变态的时代 由于顾成这一代人 就是蒙语斯这一代人 出现 开始的一个诗歌的新的时代 从四九年解放 五几年反右 马上就紧接着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一直折腾到 七十年代末 然后马上他们就是 八几年的事 那么其实你想想 如果你这么来算的话 这个国家确实到那个时候 已经我觉得都折腾不起了 其实有几张照片 我觉得印象特别深 其中有一张就是 一头狮子 石子 它坐着 外面罩了一个笼子 铁笼子 不要去惹这头狮子 等那头狮子醒了以后 它就真醒了 我觉得那个年代 就是这头狮子醒的那个年代 文革结束以后 信仰受到了严重的摧毁 我想诗歌就很大致上 传了大家的这种替代性的宗教 整个中国 包括从文革到现在 短短三十年 就是一场巨大的戏剧 这以喜剧开始 这个是理想主义的一个开始 以悲剧发展 因为最终包括文革等等 都是在一种非常惨痛的经验之中 抵达了这么一个奇怪的位置 但是 吟闹剧 在回顾中 变成了一种形象 因为最终总是发现在 高喊着革命和进步的口号 但是经常回返到了一种 可以说很可怜的 甚至比起点还低的一个位置上 在梦里有时看它 在梦里有时看它 现在沿着阳台的栏杆 它往下跌 鬼小心地上来 满走廊都是嘻嘻哈哈地疯着 人这一半也有一半 它打开一件衣服 看里边没人 又打开一件 有一个短蓝的裙子 第五病史的荣原 沿在水里 它吃了一惊 它看着一条大红鱼 对它看着 鱼在生病 牌子上写 鱼从一边慢慢打它 发热的手掌 过去今天 没有今天的今天 这么多知识 但至今 我仍感真切 在那个小屋里坐着 看几行字 我感到的是精神 那么破的房子 那么坏的纸 那么可爱的人 可以说 我此刻仍坐在那个 七十六号留青的小屋里 仍一无所知 但我不得不努力地说一句 让我们来吧 像过去那样吃一锅面条 还像过去那样笑 谈 说外国文学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为什么在一起 在没有自由的时候 我们获得了精神 在没有精神的年代 起码我们保存了真诚 真的 因为已经有人 在远远地说了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之名 我现在不得了 八十年代 整整一个八二年代 诗人很像是刻板的民族里面的 一小作波西米亚方式的 我们叫诗歌江湖 每一个诗人脑子里 都有一个地图 这个地图就是你 比如说你去了 另外一个城市 你知道那个城市里 还有几个诗人 你就知道你饿不着 你也不会睡到露天 也是一种古老的 诗人和艺术家独有的 生活方式 很散漫 具有共产主义色彩 有无德邦色彩 有什么好东西 大家分享 凭自己的作品 就能接交很多朋友 有饭吃有地方住 是这样的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 都习惯光明 我希望每一个时刻 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 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 画出笨拙的自由 画下一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 一片天空 一片属于天空的羽毛和树叶 一个淡绿的夜晚和苹果 我觉得她的失血太甜了 就号称童话诗人 青青的野葡萄 黄黄的小月亮 妈妈发了愁 怎么做果酱 我说别加糖 在早晨的篱笆上 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 真的我觉得特别美 西叶只是就是 她在那个火车上遇到固城之前 她是学英语 天天上英语班 特别努力 然后做一个小职员 结果她忽然 她在那个火车上面 邂逅了固城 那么温温而雅 而固城当时 跟她之间就是一见钟情 他们两人彼此 都在用心交流着 到最后 他们下了火车之后 固城就匆忙地 把一个纸条 塞在蝎叶手心里 就逃掉了 逃掉了以后 蝎叶就拿着这张纸条 然后一个楼房 一个楼房地 去找她心目当中的 那个男孩子 结果就找到了 而且固城是这样的 有一个地方 如果邀请她 如果不给蝎叶出机票 她说不会去的 她说她不认路 没有方向感 然后她都一定要 只有带着蝎叶 她才肯定出门 我觉得固城和蝎叶的 这个爱情 就是一个最完美的 一个一件艺术真品 蝎叶后来写过一个散文 写了她和固城当中 生活当中那些游戏 非常有趣 固城喜欢用那个 那个牙膏皮画了以后 那个做膝脚丫 然后什么 就反正很多很多 这些有趣的细节 星期三 星期三进城 鬼想了半天 踩了自己的影子 喷的一下 鬼发现自己破了个大洞 米花直往下流 大人五分 小孩三分 再小的两分 鬼赶紧蹲下来补自己的衣服 也把马路补好 喷的一下 人也破了个大洞 歌声直往上涌 再也没听过景春春的消息 到处爆发了游行 皇子开始收他冬天的衣服 你在桥上站着 汽车洞出火车亭 相思主义的定义是 本来我早就想打了 小孩四面八方成瓶子 87年吧 当我们十个人 被四川的这个人们票选 成为当代中国什么十大诗人 结果被邀请到成都去 朗诵结束以后 下面那些观众 非常非常的热烈 就有点像今天看到刘德华似的 非常非常热烈 尤其是那个就是冤夫 他朗诵那个将军 你不能这样 就把整个那种气氛 全点点着了一样的 所以大家对这帮诗人 就顶礼膜拜 确实是 他们每个人带的笔记本 要找他们的签名 然后他们就 就这帮诗人就被堵在后台里面 休息室里面 然后后面人山人海 他们签 但是顾成就觉得 就老活不去 老出不去 他就不耐烦了 他们脸拉长了 就特别 包括合影的时候 他都一直不开心 然后 后来就 后来是他自己 带头冲出去的 他的性情 我觉得他的还是比较 比较 比较暴 他的耐性是 耐性是没有他们 那个人几个好 所以 按理说一般人 他应该享受这种被围堵 是吧 或者是这样的被 处拥 被膜拜 但是恰恰他没有 最后据北岛说 他能够达到 他如果真的指向谁 然后对观众大吼一声 踩死他 那些人就会立刻冲上去 把他踩死 然后顾成回来的时候 感觉吓得像一只 他妈的 这个雷暴雨 下面发抖的小麻雀一样 说这种地方 我再也不敢去了 那个当时的场合 个人崇拜并不是毛泽东 而是叶文福 所以这个 乌头邦这种东西呢 应该承认 有什么样的现实 可以说就会 倒映出什么样的 乌头邦 一代人 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远和近 你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是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从83年84年以后 它童年或者少年时期的那种纯真 转化到一个比较有思想含义的 看起来散碎的巨事 但实际上里边包含着顿物式的灵性的这种关联 顾城最棒的地方是他对于世界的感受力特别强 对于生活事物的感受力特别强 同时他的想象力很强 那么顾城能够很容易地抓住一些意象 很容易地通过这个意象能够抓住他身边的一个世界 但是顾城从来不抓更大的世界 顾城更像一个十足的艺术家 一个非常敏感的艺术家 尤其是到后来 我觉得越来越好 北京作家协会组织的这个会议 召开的这个会议 是文学圈里边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会议 那么谢燕当时是作为顾城的妻子 那种形式去参加这个会的 当时的那个文化骑手谢缅老师 当时是英的指导教师 然后他看到了李英写的一个 蒙蓉师派的一篇论文 然后觉得写的还不错 就把李英带到这个会上来 作为参加社会实践的大学生 结果我就特别好心 我就把他们两个人全都留在我宿舍里了 要不然的话他们谁都不认识都不熟悉 结果我们三个人刚好住在一起了 谢燕是什么呀 是整宿的都在跟我们讲 他跟顾城的这份伟大的爱情 我就记得清清楚楚的是什么 我跟谢燕我们俩在在谈话吗 李英就蒙在被子里在哭 他被谢燕的故事彻底的给感动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我们这个房间呢 就变成了就是顾城的一个 一个一个小 自己的一个小家了 然后谢燕在这里 然后顾城就会来找我们 我们四个人经常在一起 就是事实后来就是 李英跟我生活当中 我们后来成为好姐妹嘛 在给我的心里 他一直在说 他和那个顾城命里是一个 天生就是就是一模一样的 他一直深深的爱着顾城 他为顾城要去死 那个时候因为他有每段时间 他要搞一段时间政治运动 所以我能够理解 就是顾城他们当时想 想出去的这个心理 可是恰恰是在顾城歇业 出国前最后的一次见面的机会里 英后来跟我说 哭着跟我说 他说他是觉得他再不说 他就晚了 他如果不把这份感情当着 就是在最后的瞬间 跟顾城说清楚 那么顾城他们出国不回来 那他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他不惜当着歇业的面 去表达了自己的那份感情 他和顾城面对面的在一个 那个已经渐渐黑暗下来的房子里边 面对面说着他这份感情 英后来给我的叙述 就是说房间渐渐的暗下来了 歇业在旁边一直在看一本杂志 而他和顾城面对面的说着话 就把歇业的存在几乎都给忘了 两个人完全忘情于这样的一份表白里了 就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当时歇业被震撼得无语了 顾城也沉浸在这个伟大的爱情里边 也无语了 就没有想到居然有一个女孩子 那么崇拜他的精神世界 因为顾城说了一句 说什么呢 他说的是 英儿你跟我天生就是一模一样的 歇业不一样 它是我造就的 歇业一直认为 他自己和顾城的爱情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在最后一瞬间的 被英儿给弄成了无独有偶 星期四 鬼 沈 圆珠笔 绕花开一朵要三分 圆珠笔绕过一些成人 把他们缠住 滚成一个球把他们吃掉 他改名不留痕迹 圆珠笔把一个字吃掉 再洗 姓 未婚 名 厚嘴唇 火山冷 从北方来的 光靠抹嘴皮子是不行的 一个人吐一个人 谁高谁说 还有三分钟 花就开了 谁问 空气逐渐透明 一个人在书房里 搭衣服垫子 放脸 比花越来越少 一个人 花 鬼就少好几根头发 花崗岭 各种花 这颜色 花 超像 我 来 经过了将近十年的写作 这些人的作品逐渐的被翻译到了国外 由于朦胧诗人的名称 也被国外的包括研究汉学或者研究文学的人或者机构所注意 所以邀请信分支他来 我出国的时候真正是把门带上一锁 什么东西都没动 因为一年之后肯定回来 但是顾城是带着所有的证件出国的 也就是说顾城在某种意义上 恐怕他对中国的当时的逆反心态比我更深刻 不是前进 他是撤退 从现实撤到市 从中国撤到新西兰 从新西兰撤到极流岛 自己种菜养鸡烧桃 连桃都自己烧 饭碗都自己烧 就是过一种粗名的那种生活 这一方面其实顾城很了不起 我说 我跟杨练说 我说你我都做不到 你我都做不到 他是一个相信奇迹 试图创造奇迹 也还真的创造了奇迹的人 顾城是我们这拨人中间第一个地主 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感觉就是 他买了一块山 虽然很破的房子 但是后面经过一块坡地 后来他被他发展成了什么菜园 果园 这个鸡窝等等 最上面还有一个放工具的小房 都可以远眺大海 那个小房是一个非常优美的写诗的环境 可以说不可能有比那样的 这个诗人的工作室更棒的地方 蓝天碧海都在眼下 顾城自从买了那个又大又破的房子 他的这个木工活的爱好 也超强地得到了发挥 那个破房子的修理 多半都是顾城的作品 三月九日十二点二十分 生了一个男孩 四公斤 三公两 八斤六两 九点七磅 五十四厘米 半米多长 几胖 而方圆 手脚趾均长 整个像个打拳的 晚生了两周 大急了 我一直在夜边上 八点升到十二点 最后用了麻药和铲签 开了一点刀 生娃娃真是人间最难之事 我上课之余只能弄点热汤 主要好多热心人帮忙 要不我真晚了 什么也不会 但在这时也有孤单之感 当野人是真真不一啊 实际上顾城是一个挺好的父亲 他对那个小莫尔呢 就是有一种 我觉得他对小莫尔 每次我看他 看小莫尔那个目光的时候 真的像一个慈父一样 小莫尔一岁的生日 然后在他的家里头过的 顾城那天呢 擀那个馅饼子的皮 擀了整整一天 而且擀得特别专业 后来他自己非常非常得意 说悠悠你看 这个擀面棍是我自己 我自己做的 到现在我们在世界各地 漂流了那么多地方 几十个国家 但是现在依然在我们的厨房里 我会有时候会使用到它 但是有一段时间呢 我真的每次看到那个 擀面棍的时候 都会非常非常感慨 如果说顾城原来在中国 是一个童话诗人的话 那顾城在新西兰的活法 确实活在童话之中 当然这又是顾城的戏剧性 这是个表面的童话 它的深处 还有它的深刻的孤独感 还有它深刻的就是 离开了中国 离开了读者 离开了这个中文之后的 同样我也一样 这样一种 非到处感觉到错练和错位的感觉 真的我们属于流亡的 就是他顾城有一种恐惧感 他中国他可能也 那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子的 他可能觉得不能回来 而且顾城非常恐惧回来 我有一次我问他我说顾城你头上戴那个帽子 那个古怪的帽子 为什么你要戴 他那帽子经常会换的 有时候是花的 有时候就牛仔裤剪一截 他说因为他特别怕脑子着凉 后来我说只有女人生孩子坐月子的时候 我才把他蒙得那么紧 他说我就是老是一年四季在坐月子嘛 而且顾城非常会讲故事 后来有一次一个外国 他在奥克兰大学演讲 那个朗诵诗完了以后 有一个记者问他 然后呢他就说 象征着长城上的一块砖 然后他的眼泪就差不多出来了 可能很多人有这种误解 就以为到了西方 到了自由世界 就自由了 你可以随便做什么 是吧 是不受限制的 其实他是受限制的 早期比如他们关注的是 这个中国的 比如国内的问题 那种不公正 那么摆出一个不相信的姿态 那么出门以后 他也可能更多的必须关注存在这个问题 关注他们每一个人 因为他当他一个人的时候 他会活生生地存在在那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那种 一个人就是一个种族的过程 对于我们很多的人来讲 流亡是个词 对他来讲那就是经验 这个经验一点都不享受 这个经验是 是你必须里边有多少坎 你必须迈过去 多少困难你必须克服掉 然后他才走到今天 他生活在比如说鸡牛岛 养鸡 这个也没什么朋友 没有人来往 然后身边就一歇业 那个日子也不会好过 鸡的世界与人事无别 只是少点文化 不相混杂 小鸡无知多动 母鸡琐碎 公鸡尴尬虚妄 与人一样 等其森严 一代代鸡如此信似 真像百年孤独 只是有的 在春暮忽然透出清静的玉色 把人看呆了 每一代都有这个瞬间 优雅 平静 淡红的棺上有火焰 新西兰的法律规定很清楚 一家只能养十二只鸡 多了就非法 而故城的中国式小农经济的 好几百只鸡 关键是确实鸡份的产量颇为不小 按照故城自己的说法 邻居一开窗户 参与就像黑风暴一样 呼进屋去 以至于这个邻居很快就开始 对周旁边的中国邻居非常反感 后来就给地方的 他们有个地区性的政府告状 然后地区政府就 地区政府就给故城他们 发了好几封信 要求他们处理掉这些基因的违法 这个地区政府的人看他们写信老是不回 就上山去问怎么回事 这个故城一听说这人的来意 就转回那个房子后点 低了着一个桶出来 往那个人的脚下 哗的一道 几百只鸡脑袋 瞪着亮晶晶的眼睛 吓得那个城市康所的人 城市政府的人尖叫一声 把他逃跑 从此再也没敢出现 星期五 他越来越凶 推人上玻璃 鬼一退 人道变了有嘴有脸的大兵 他不敢问自己是不是倒了 掀开嘴 看边上的汽车号码 鬼念 一匹马 五朵云 五个兵 一匹马夹在书里发音 他同时注意到 肩下巴的作者和上边蓬松的脑袋 五个马 五个兵 往回走 江 平 平平平 五个军 他怎么走都没希望了 那是一个北方棋局 葡萄枯黄 士兵英勇 花草茂盛 他第一次在电影里播新闻节目 五分钟 八分钟 五分钟 八分钟 十二分钟 二分钟 哈 四分钟 二分钟 七分钟 八分钟 二分钟 一日 八分钟 七分钟 又 所以我们挑中了那块石头 样子还挺像中国地图 深红的颜色有点像雪坡 然后五吨多重 他们的运石头的车给我们老吊 给我们运过去 上边的铜牌是柬埔寨华人逃亡 从柬埔寨波尔布特时期 逃亡到新西兰的华人群体 捐献800块新西兰钱 对于我们当时已经是一笔锯块 筑成的一块铜牌 上面刻的字 后来用的是我写的一行字 就大字 你们已无言 而石头有了呼声 清清楚楚 都是对于死者 死亡 未来的遗忘 这个理想的那种毁灭感 对于这样的东西的表达 非常 凄美 上来就是 你们死了 被突然亮起的光 钉在石头上 那片东西 实际上应该说 是顾成的这个 也就是说 他作为一个朦胧世人的开始 或者说从他草摊上的放牛娃的开始 然后民主墙的开始 然后在这篇导词里找到了一种完成度 中国新西兰诗人艺术家群体 举行了一个叫做幸存者的这么一个文学节或者艺术节 整个的广场周围的树 我们都买了好几百卷手指 把手指扔过树去好像缠绕的绷带 然后我们从这个老百姓家搜集了一大堆人家扔掉的破衣服 这个塞上稻草以后 染上倒上红墨水 好像躺在倒在地上的尸体 或者绑在柱子上等等等等 做出一派各种现场 顾成是一个把自己弄成一个行为艺术家 他这个把头上缠了一块古怪的毛巾 然后批了一件古怪的绿色的这个好像床单这样的 然后更少见的我不知道 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毛主席象征 大概有几百个毛主席象征 别成一个希特勒式的万字符号 在这个绿色的床单上 批在他的背后 然后呢就在人群中走来走去 也不说话 所以这个意象也相当的吓人 毛泽东突发了一个奇想 既然一切将亡 那么死亡为什么不死亡 中国有一句话叫以毒攻毒 他们善用最恶毒的东西治病 朋友说我有种唐极科德式的意念 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 我想他是有道理的 我一直在走各种极端 一直在裁判自己 在我生命里总有锋利的剑 有变换的长披风 有黑鸽子和圣女崇拜 我生怕学会宽恕自己 这段时间 一人就留在大陆了 就是一人后来在大陆上面 就是他的工作就持续不下去了 正好赶上中国大陆的一些 政治的一些情况 所以他就准备借助固城他们的这个关系 去到国外 在岛上那个环境 我想那是一种特殊的环境 和固城的那个接触呢 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接触 这种感觉呢 他有一点像宗教 风停了 每一棵树都站在中午的阳光里 大白云一动不动 鸡鸟无声 他的腿出乎意外的饱满 像地下没有见过阳光的根茎 大银绝晃动着的影子 影在他身上 和他阴部的暗色交叠在一起 他最大的痣在臀边和我的一模一样 我们就像生长在一起的树 在风中不停地摇 度过了整个时空 我好像要把所有少年时代的绝望 都交给这一刻 交给他 尽管他那个婴儿还仍然写的是 就是非常畅达 淒美 不能说是唯美 他里面有种非常凄凉的东西 他们真好像夜色中的花朵 看不见素质 实际上顾成 我就是讲他把他的唇美天国 就在现实层面上变成一个女儿国 在对面里面一开始 一切的风格 176,鬼又一次演电影,是玉米花革命,片头,好几人打他,他说,是旅长师长可以,军长不行,军长我还想当呢,你别骗我,一大队兵在地上送礼,谁不知道,红梅花开,油绿变红,他是对方的要人,要就要讲条件,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第一,登记结婚,要改名就改小名,用原出笔,第二,学生拿板蛋往天上扔,不是这么扔,要三个人踩板蛋往天上扔绳子,扔好了才算疯着,第三,嘻嘻哈哈,他一笑,导演就弄得烟雾弥漫。 对谢业来讲,我真的是一直是,一个是非常的内疚,但同时呢,我又真的是,就是说,非常的敬重他,因为他是永远是,他不,他不是一种讲自己感情的人,他不讲痛苦,他不去倾诉,所以我总觉得他有什么东西在心里面, 这个生活呢,大家都是很痛苦的,我说大家呢,大概不包括故城,就是我和谢业,所以呢,这个生活呢,是没有办法真正继续下去的,在感觉里,虽然我和谢业没有真正面对面去谈过这个事情,但是呢,感觉上是这样子的, 那么呢,在他们接到德国的邀请书的时候呢,谢业呢,有一天呢,就是我们俩去海边散步,他就找我,他就讲起了这个事情,他要求他说, 要我,就是说,我们走,你呢,找一个机会走,我是绝对不会说,no的。 那时候故城就说,他马上就要去死,因为你已经去了那边,跟他说的特别单纯嘛,很单纯的,就是爱故城,他一辈子为故城的精神活的嘛。 八六年的五月,对,在一个实会上,那个实会呢,就是在晚间呢,有一个舞会,就是呢,就是开始跳舞的时候,你知道在中国,大家都谁也不忘其走, 然后,我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他,所以呢,我就有一点,就是说紧张,觉得,好像有种感觉,觉得他有可能会过来邀请我跳舞,所以呢,他真的向我走过来,邀请我跳舞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心脏要跳出来,感觉。 因为刘战秋当时还是诗刊社的副主编,执行副主编呢,李英当时说,你离婚,我就嫁给你,那他又不能离婚,他也不可能娶一个那么小的女孩子在大陆,那他们俩人就说好了,就到国外去,他说,我借着故城的力量,我先出去,然后我到那边打好前仗,这个事情一旦被接出来了以后,就激起了故城对李英的一种怨恨,因为他知道他在大陆的是不节的嘛。 他离开德国之前,说过,他说他其实很不愿意回去,他还是觉得欧洲的生活更好,更适应他,我没有去过新西兰,我说在我的想象里,新西兰应该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国家,是吧,到处都是绿色,大海,他说,如果你一年365天看到的都是同样一个颜色,这个美丽就会变成一种可怕。 在一个最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陈毅渝开始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人,他要跟这个陈毅渝一起住到故城的那个,用心盯出来的那个白房子里面去,而且歇业当时跟故城说的是什么呀,说当时我怎么接受李英的,你就应该怎么接受我。 一个人弄错了爱,就像投错了胎,你的样子就十分奇怪,一辈子也改不过来,你的心握你的脑袋,怎么他老不明白,要是你心里明白,怕也没了脑袋。 到1993年,他的那个祖师鬼进城,画上了另外一个句号,这个祖师呢,实际上也包含了故城,刚才我们说的他所有中国的经历,海外的经历,包括他那个爱情的,甚至是三角恋爱的,诸如此类的经历。 最后,他这个祖师,用星期一,星期二,直到星期天的结构,把这个他的自我,这个诗的标题里的城,这个字,鬼进城,既可以是城市,也可以是故城本人,鬼影冲冲的戏剧。 晚期的东西开始有幽暗的东西,鬼魂的东西,那么这种东西,你就会觉得,哎,这个诗开始有意思了,他又是,他又敞开,他又充分调动他的偶然性,他的那种,他的想象力,全都还保持着,同时他又开始向幽暗敞开。 实际上故城在他的语言的极端层次,也在93年走到了一个旗帜。 呈现出一种宇宙大爆炸式的崩裂,当然因为他的死,我们无从知道,他在走到这个极致之后,还能走出什么,新的阶段,这个只能留给空白。 所以如果要是看故城晚期的诗歌的那个东西,我倒觉得他的那个,就是鬼魂在他的作品当中的出现,其实跟他的后来的那个死,恐怕还是有一些内在的关系, 恐怕有内在的联系在里面,也可能比如说他更,让自己更敞开一些,他就过去了,那个阶段就过去了,但是他恰恰就没过去了。 故城给我寄来了,特别突然寄来了四封信, 然后呢,他还同时寄来了六张照片,这六张照片的背面写着,包括就是愿你保存我, 就是闻心人眉的时候照片就特别好了,这样一些绝命的话。 故城其实那时候给我写的信件里面一直在说,希望谢叶变成一个哥飞走, 他觉得美好是应该与谢叶同在的,然后让谢叶去过他自己选择的生活,他自己也去过自己的宁静的日子。 他有一句话就是说,男性在成熟之后,就会具备一种暴力的倾向,这是他最痛恨的东西, 可是他却恰恰的走到了他自己最痛恨的那个事情的那个里面去。 我记得这个另外已经去世的一个诗人叫张早,张早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 我们写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使得那些无辜者免于枪害, 但是现在眼瞅着一个诗人就害了另外一个无辜者, 这个是不能原谅的。 这个是不能原谅的。 他在停车场上坐在那旁边,在写给他父母的一封信,写了两端了。 这个时候谢叶回来了,就是中间一点钟左右谢叶回来了, 但回来的时候他们在停车场上就遇见了。 遇见以后谢叶并没有进屋,肯定是他们发生了一个口角以后, 应该还是比较剧烈,所以谢叶连屋都没进,直接开车又出去了。 然后顾成自己在停车场上,就把那封家书变成了写遗书了。 在给他父母的信上下来画了一杠,然后下面就开始写遗书,一写就写了四封。 爸、妈、姐,人间的事总是多变的,关键是心地坦然, 这岛极美,粉花碧幕,想想你们要身体好,来一次多好啊。 我现在也无奈了,鹰走了也罢,夜也私下与别人好, 现在正在分家,离婚。 他说要和陈奕鱼生个娃娃。 鹰出世后,他们就一直等我自杀,或去杀鹰。 他们安排得好呢,等我死他们好过日子, 直到被发现后亦如此,奈何,我的手稿照片由老故乡保存。 房子遗产归木耳,稿费。 婴儿书搞拍卖的钱,寄北京的给老妈妈养老。 书中现金,老故乡用语办后事,不要太伤心。 人生如此。 木耳,你将来会读这些话,是你爸爸最后写给你的。 我本来想写一本书,告诉你我为什么怕你,离开你,爱你。 你妈妈要和别人走,她拆了这个家。 在你爸爸回过回头的时候,她跟了别人。 别怪你爸爸,她爱你。 你妈妈,她不能没有这个家再活下去。 你爸爸想和你妈妈和你住在那儿,但你妈妈拒绝。 母耳,我只有死了,愿你别太像我。 当谢叶三点多去从镇上,她开车又再回来。 在停车场上,他们俩再次相遇。 这个时候,顾成其实已经死意已定了。 遗书都已经写完了,三点多。 那么这种状况下的时候,他们在发生冲突的时候, 这个冲突的激化,激化这个矛盾导致最后打架事件发生。 那么这动手,谢叶就被打了呀。 所以说顾成才跑回去,跟她姐姐说, 我把谢叶打了,我这就去死,你别难我呀。 我叶打了,我靠近吧。 我重来继续,你可别致散我。 我改叶,你可以打得出来。 我也是来由这次买惯。 我一个人这个行为。 我先开始寂寞寞寞。 我与子是,你��为你,你还稍微,你才能します。 我价格寞寞寞寞、你们这时后的死。 我还能够抛起了。 我当然想知道自己是长命的日子, 死了的人是美人 鬼说完就照着镜子 其实他才七寸大小 被一叠玻璃压着 玻璃擦得非常干净 死了的人都漂亮 像无影玻璃 白银被灯罩着 过幻灯一层一层 死了的人在安全门里 一大叠玻璃卡片 他堵住一个鼻孔 灯亮了 又抖住另一只 灯影蒙蒙 城市一望无影 他还是看不见 你可以听到 砖落地的声响 那鬼非常清楚 死了的人是空气颤抖 远处有星星 更远的地方 还有星星 过了很久 他才知道烟囱上 有一棵透明的杨树 你只要是有一个墓地 就会有人惦记着 爱你的人就想去看看 不爱你的人就想着鞭尸戳骨 他确实是没有一个墓 写着不成的名字 立一个碑在那里 确实没有 因为他的家人会非常保护他 不愿意让世人知道 当时李英回到岛上 就是顾承谢业出世以后 他回到岛上去找顾湘 然后他就跟顾湘说 他特别爱顾承 他说他一辈子 他们命里是一个 然后就当着顾湘的面哭的 就瞳孔都放大了 我梦见他一地的落花 整个都是那种小的 那种冰箱一样的 那种丝瓣的 那种黄色的花 满地都是 然后我就不忍心猜 我就站在那个 我就看着那片落花 我就觉得好像 李英就在前面的那个园子里 然后我就没有办法去看他 他们都走了 就是一地的落花 那些爱情 那些恩怨 全部都像花一样的落地了 就一场雨过 风过之后 什么都没了 他们之间 我觉得三个人都同时站在上帝的面前 上帝会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爱 怎么样才能去完美地走完你自己的一生 五岁的时候 有一回 我一个人在屋子里 我注意到了墙 雪白的墙 我觉得很美 我就睡着了 我醒来时 慢慢睁开眼睛 墙就像一阵雾气 白色的水汽向我透过来 墙里边有一些眼睛看着我 我定下神来看 光依然照在墙上 墙依然是白色的 我那时候已经知道 每个人都可能要死 人死了要变成一种灰 白色的 我没想到这灰烬离我这么近 我看着白色的墙 心里忽然有种空虚的感觉 好像第一次清楚地 看见死亡离我这么近 我不知道什么是死亡 所以死亡是没有的 我又好像死过了 可以往前推想 如果死亡 只是我们对死亡的一个想法 死亡也就没有了 十字架是有的 可定在上边的人没了 他想到处走走 不想回到十字架上去 流出的血变成了樱桃 你们看着被钉死的嘲笑 然后又膜拜 你们知道他们已经死了 你们可爱地发明了钉子 用钉子来说明你们的真理 但是他不需要钉子 也不需要你们把他放在山坛上 坐在大海边眼泪汪汪 字幕志愿者 刘洛煞 天坛 它在大路口 向这看呢 东华门 院子里有那么多便宜东西 最便宜的是你 五门 我一直在找那块石头 磨我的刀子 得胜们 地太多了 总不好 四边都是土 南池子 好像有一些微小的声音 被鸟放在四周 后海 他们看你 他们没穿衣服 琉璃场 看 郊区水大了 青铜铺 入云山 首都剧场 星期六 他说 梦 过了三点 他说 梦 梦 梦 故宫 他们修的窗子挺好看 是他家亲戚修的 西单 让我看 街将是两次 新街口 杀人是一朵荷花 杀了就拿在手上 自住院 在水里走回城 殿势蓝蓝的 六里桥 斩了很久的树 弯子拐弯 中观村 找到钥匙的时候 写书 月潭北街 这个队伍缸 还有人 后来就没事了 宫主坟 他们说 冷 直春亭 那么长的走廊 有分别 打磨场 冷死了 该烧的没烧 风台 烧进去 是真营子 太平湖 钓鱼要注意 河水上涨 平安里 我总听见 最好的声音 古房桥 老虎在过道里 走来走去 你看 事儿不太好 白踏司 三里和元朝 还是数我管呢 地摊 有机会出来 是紫石头 石房 转过来 照自己的镜子 钟楼 下雨 季节 水绿玻璃 香红旗 我想用小钉子盯屋顶 柳音街 半夜下桥下大雨 有工兵出来 见过门 你又点不起太阳 连炉灰都带着 赶家口 你看冬天 那么久 也没礼发 灰城门 我难走 比杨树还花 地太多 烧进去 走不好 这是阵影子 桥下大竹子 有机会烧自己的镜子 是紫石头 我写祖诗 城 城 城是我的名字 也是北京 我知道 我所想念的那个地方 正在慢慢消失 太平湖和中华门 现在都没有了 晴空中的砖 和灰土柱的坡道 三枣树 都没有了 像所有历史的落叶一样 它们生长过 又飘落 新的叶子 正在长出来 我知道 是这件事 是我在城里的各个地方 找不到出路 我小时候 在一条很长的走廊里 把手伸得高高地照粉笔 这条走廊 也会变成颐和园的长廊 而我的手 一直伸着 不知是示威 还是已经投降了 因此 即使我回到北京 也依旧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做我童年的木 有的时候 我跟昆虫是一类的 有的时候 跟人是一类的 我也是属猴的 可能也是孙悟空变的 我让好多鸟儿把我吃掉 活着的人 就能听见我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 不了也得了 往事不知有多少 管它有多少 在上面行走 我忽然觉得 最美的日子 都在后边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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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也许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 我任性 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底那样美丽 我希望能在亲爱的白髓上画画出笨拙的自己 画下一个永远不会流泪的雨 一片天空 一片处于天空的羽毛和树面 一个淡立的灭毛和树面 上面贴着玻璃藏空和北方文化的叉子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我想辞去一切的事情 我想在大地上画满光明 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我想画下风 画下一下比一下更高大的灾影 画下东方民族的渴望 画下大海无边 清明时节 鬼不想杨勇不告 鬼不想走路摔跟踪不告 鬼不辨人不告之妻 鬼弹琴散心血信开灯 鬼眼一睁 鬼无信无义 无碍无恨 鬼没爹没妈 没子没孙 鬼不死不活 不疯不傻 刚下过的雨 被他撞到碗里一看 就知道是眨过的眼睛 鬼潜勇 湿漉漉的 结论 鬼只在跳台上摘跟头